那我們錄節目的時間點 法說會是還沒召開啦 但是我們可以針對法說會即將召開 去預測一些類股未來的走勢 今天我們要跟你介紹的 進可攻退可守的個股 其實是 因為它的股性其實是比較活潑的 我們今天介紹另外一種操作工具 叫做薩子 那這個薩子它的原理是這樣子的 如果它的原點是在下面 表示這一檔個股你要站在多方操作 表示它具有支撐 Hello 大家好 我是黃子東分析師 歡迎收看今天敘事東森的節目 今天如果投資人看到加權指數 大盤的走法是開高走低 因為大家都在等台積電下午的法說會 那我們錄節目的時間點 法說會是還沒召開啦 但是我們可以針對法說會即將召開 去預測一些類股未來的走勢 我們先來複習一下 你看了我上一集的節目 時間點是7月18號 當初我們講 我們說就以加權指數的結構來講 當時是碰到布林線的上緣 那過高碰到布林線的上緣 這個地方投資人就要開始留意了 台股沒有天天上漲 沒有這麼好康的事情 所以進入了一個修正 也是非常正常的 那兩天之後是不是也驗證我們所講的 那今天7月20號 雖然是收一根小紅K 但是畢竟有一點上癮線 資金目前為止呈現觀望的態勢 第一個 我們解讀大盤中長線的走向 其實和我們之前預估的 基本上可以說是一致了 長線是多方格局 但是短線難免遇到修正 然後我們就繼續講 因為大家會想說 台積電的法說會有一些外資 目前為止已經給出的報告 這個報告 其實我有部分是認同的 例如說以魏哲家老實數的講話風格 我認為八九不離此 外資是估說第三季的營收 可能會下修個5到10% 那我認為即使這個數字沒有忠實的呈現 基本上魏哲家也會講說 不管是AI的產能 也會是比較偏向於保守的看待 照理來講 魏哲家不應該說 這個地方深層是AI 我們可以接到多少個大單 多少個極單 在晶片的部分 我相信他是不會這麼講的 所以說今年要去下修一下財測 大約是外資估是8%到10% 這一個應該是有部分的道理 但是我們看 一則以憂 一則當然以喜 我們當然報憂也要報喜 台積電這段期間 我相信投資人應該知道極單的部分 例如說iPhone 14 或者是因應未來AI人工智慧 這些AI伺服器會做的越來越小 那就必須要有先進封裝的需求 英文叫做CORUS 貢獻的營收基本上回推股價 這個部分我認為投資人看看就好 因為外資去針對一檔個股去推測它的股價 基本上不能說是假的 而是說他可能看到了未來5到10年 我反倒是認為法說會出來了 台積電可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重點在於台積電的合作廠商 先進封裝的這一個部分 那我想大部分的投資人應該都曉得 CORUS是什麼意思 這個地方給一些新朋友 稍微快速的做一個解讀 這個算是因為近幾年來 行動裝置基本上已經取代傳統的PC 所以簡單講 CORUS就是把以前的SoC 採用堆疊的技術 就是這樣的一個封裝的方式 那以良率來講 我們台積電當然是遙遙領先 這個叫做先進封裝製程 那講到我們台股的先進封裝製程 其實大概就兩檔 第一檔叫做3131的紅塑 另外一檔叫做3583的星雲 那如果兩檔個股 你去比較一下它的股價 紅塑的價格比較沒有那麼親民 台積電 如果今天要播施智晨的訂單 會先給紅塑 如果紅塑 因為這個單子太急了 接不了 會叫星雲來幫忙支援 這樣子一聽 好像是紅塑比較好 不好意思 今天我們要跟你介紹的 進可攻退可守的個股 其實是3583的星雲 前面我們一開始跟投資人分享說 大盤這段期間是進入修正 每一次台股進入修正 其實有幾個另類的族群 就會被資金認為是一個避險的族群 其中一個族群叫做生計 剛好我們下個禮拜 7月27號禮拜四開始到7月30號 我們台灣舉辦了亞洲生計大展 基本上也行之有年了 年年都有舉辦 這個地方老師就帶你稍微游覽一下 這一次的生計展的一些參展的廠商 你有沒有發現 距離我比較遠的 我甚至用一個紅箭頭告訴投資人 哪一家公司有參展 星雲有參展 橘色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用一個紅箭頭 是紅康 那你有沒有發現 這些個股基本上都是半導體設備股 要嘛是封裝廠 要嘛是檢測廠 為什麼他也來參展生計展 這個地方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甚至展區基本上 都會用顏色做一個區分 因為我們講 我說近幾年了 其實我們台股的生計展 重點的展區 第一個在醫療設備展區 第二個展區叫做CDMO CDMO就是生計代工 因為早期我們的生計 可能會賭一些新藥 接下來有一些生計股 基本上就不會採取這樣的模式 認為說這樣子我們三年不開張 開張吃三年 風險太大了 那我們有醫療的人才 我們有醫療的設備 不如我們就做生計的代工 所以這是幾個重要的展區 淺藍色的這個展區 就是醫材展區 星雲這一次參展 因為星雲 早期他們是做半導體的奈米級設備 既然我們有奈米級的設備 如果我們要切入醫療產業 其實也就相對的容易 所以星雲近幾年基本上 擴展他們的事業體系 從半導體連動到生計產業 接著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講完基本面了 我們來講一下技術面的部分 這一檔個股3583的星雲 因為它的股性其實是比較活潑的 我們今天介紹另外一種操作工具 叫做薩值 那這個薩值它的原理是這樣子的 如果它的原點是在下面 表示這一檔個股 你要站在多方操作 表示它具有支撐 那你會發現 只要個股繼續上漲 技術分析 它會盡量幫忙採取一個 加速指標量化的模式 就會讓這個原點基本上 跑得越來越快 會去貼合這個股價的走勢 所以只要薩值還在下面 基本上我們看見 它的空間越來越大 間隔越來越大 表示多方的結構是持續的 這個時候 你持續站在多方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採取這個指標 因為半導體製程來講 封裝設備製程來講 近期的相關族群算是還蠻樂弱的 所以我們會採取另外一套的操作工具 那今天7月20號 股價目前為止在190塊 當然下個禮拜有生計展 所以我們認為 往上其實是還有空間的 技術指標看完了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籌碼指標 這一段期間雖然個股很熱絡 但是這個地方主力 仍然是呈現不斷的買超 CV主力籌碼指標 目前為止是加分的 表示主力其實是越買越多 當然有些投資朋友問說 老師為什麼你會採取這樣的操作模式 其實很簡單 因為近期我們在講個股的時候 我們都講 說你可以去看一下本益筆合流圖 但是你如果現在打開 3583星雲的本益筆合流圖 如果你要採取本益筆操作法 其實就不是那麼恰當 因為它目前為止 並不是在低檔的位階 你說你要長期投資嗎 這檔個股可能就不那麼推薦 但是我認為在下個禮拜之前 如果盤勢有什麼震盪風吹草動的話 因為我們剛好有一個生技展 它就很適合採取這樣 進可供的短線操作模式 當然今天我們講本益筆合流圖 我們還是要澄清一件事情 因為今天我們實務上 我們是把會員的持股 直接公開拿出來 跟投資朋友做一個分享 那上面是我們訊息的部分 買進3583的星雲 那這一檔個股 我們買進的時間點 是在7月19號 中午11點20分 當時的價位是在180塊 那今天錄節目是7月20號 哇這檔個股 跟我們會員買進的成本價 有一點點差異在190塊 但是我們仍然是續報 就是認為後面還有肉 所以投資人可以針對我們的操作 去做一個多方的考量 那如果你想要進場 這個地方老師也不反對 因為我們是用產業面做一個分析 那我們今天介紹這一檔股票 甚至回過頭來 我們介紹的是這個產業 那介紹這種操作模式 如果你針對不管是技術面 或者是基本面 甚至是產業面 如果你有一些問題的話 我們解決問題的老方法 你可以掃描我的QR Code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介紹到這個地方 我們下集見 掰掰